近几年来国外进口大豆受气候变迁影响减产 进口价格不断飙涨 农粮署以及台中区农改厂福岛农民 第二期稻作转种大豆 每公顷收益15万4千元 扣除成本收益比再深到还高 目前我们在这里喜欢的这个瓶颈是高兵所欲生的高兵算10颗 这个大豆在我们这里是非常大 大概超过2.5吨 一公顷差不多2千5百公斤 三両非常好 对我们的农民有保障 这个瓶颈也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蛋白质很大 百分之四十是 我们外面国外进口的无法管 无法管都差不多39%以下 蛋白质的含量有什么好处 我们的豆瓶做出来很香 很香 而且它的油分也是有够 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台湾自己 生产的这些八枝杆的这些大豆 很受欢迎 我们在这里 现在很秋述 所以今天我们喜欢的 对我们六甲才喜欢的 非常好的品质 其实我们改农会提供 台中区农业改良场 配合地方休闲农业与观光产业发展 福岛农民以有机栽培的方式栽种大豆 虽然没有喷农药 豆子叶很丑 不过打开豆匣 每颗黄豆都很饱满 农委会在推广 叫杂粮作物 那就是第一期是种水稻 二期呢 改种这种杂粮作物 这是使用大豆 灰晶改造使用大豆 那这个它的成本呢 比水稻便宜一点 那总缩成呢 总缩成起来应该是在 在差不多一万块左右 那另外我们的那个农委会有补助 补助是四千奴 县政府补助一千 所以说五千奴 所以说起来的话 它的总成本扩除起来 应该还有七千多块的利益 所以说这样来讲的话 对农民来讲 它那在二期的 二期我们鹿港本来就是 水稻就生长得不好 所以说如果能种这个的话 应该来讲是比水稻的收益会比较好的 这些有机大豆 可以做成豆浆及酱油 口感香醇 种过大豆的甜 转做重道 也可以减少一半的肥料成本 因此农改厂希望农民能踊跃参加弃作 公益频道林俊明 鹿港采访报道